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杨子的心态知道,到了30岁,让我们一起回归18岁吧! 1. 抛开束缚,敢于追求 杨子在接受采访中表示,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心态和精神状态。 重要的是我们要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 正如杨子所说,只要你心态年轻,永远有追求新鲜事物的兴趣,那么你就能一直年轻下去。 2. 保持好奇心,持续学习 杨子强调保持好奇心和对新事物的求知欲是保持年轻心态的重要因素。 不论是学习一门新的技能,还是去了解一个陌生的领域,都能够让我们感到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年龄只是生命经历的积累,但好奇心和求知欲是我们永远保持年轻的源泉。 3. 坚持健康生活方式 年轻的心态离不开健康的身体。 杨子强调了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包括良好的饮食习惯和适度的运动。 科学的饮食结构和规律的运动,可以让我们保持体魄强健,也能够使心态变得更加积极向上。 4. 培养积极的社交圈子 积极的社交圈子是心态年轻的关键。与年轻人交流和互动,了解新的潮流和思维方式。 能够让我们保持与时俱进,不被生活所视磨灭热情。 只要与积极向上的人为伍,就能够让我们始终保持年轻的活力。 杨子的心态之道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 无论年龄如何增长,保持年轻的心态能够让我们绽放出更多的活力和魅力。 让我们向杨子学习,抛开岁月的束缚,用年轻的心态去追求梦想。 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吧! 让我们一起回归18岁的心态,迎接美好的未来。